今天ET我估推介是 農行1288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计划 早选选原因是 受惠经济复苏 地产数据回暖 内地资金吸纳等因素支持 内银板块有望继续跑赢大市 借大内银之中 选高息及盈利增长较强的農行 比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根据磐薄绽合算商的预测 農行2023年预测息率9.1厘 和盈利增幅6.9% 表现是最好的 农行的贷款结构 和资产质量持续向好 贷款结构方面 圆域及涉农等方面贷款加速增长 2022年头9个月 农行的贷款规模 按年增长12.8% 位居四大行首位 期内圆域贷款原额和涉农贷款原额 都比2021年底增长15.7% 增速高于全行平均水平 此外 新基建战略性新兴产业 绿色贷款原额增速分别是1.9% 4.9% 摩根大通2月份引述农行管理层说 贷款需求在2023年会继续改善 对动贷款增长的关键行业 将会是零售业、消费贷款、圆域贷款和涉农贷款 农行股价昨天收到2.85% 只是挑战前高位2.92% 突破有望上市疫情前 2019年高位大约3元的水平 策略上可以等候2.85% 跌穿2.6%就减蟀 中文贷款 贷款 利率 宣伤 录承